确实我也看到 对我们国家人口增长有正转负 大家有所担忧 有的人担心我们国家的人口红利 是不是就此消失了 我看恐怕不是这么简单 人口红利既要看人口数量 更要看人口质量 既要看人口数 更要看人才数 我们国家现在劳动力总数 或者准确表说应该是 适合劳动年龄人口 已经有近9亿人 而且每年新增劳动力是1500万人 人力资源丰富 仍然是我们中国一个巨大优势 或者说显著优势 更重要的是 我们国家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 已经超过2亿4千万 每年新增的劳动力 平均受教育的实现 年限已经达到14年 因此可以说 我们的人口红利并没有消失 人才红利正在逐步形成 发展的动力依旧强劲 当然对人口增减变化 带来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我们一定是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积极应付 感谢您的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